求求大家救救我们 在我二十多年的婚姻当中 我曾经被超过一千人性侵 我的两个儿子被三百多人给性侵了 而主导这一切的就是我的丈夫 徐永茂救命 Hello 各位好 欢迎回到稀奇我大超 刚刚看到这段话是2015年6月 出自韩国网络上一篇求助文章中的一段 写下这篇帖子的女人名叫李正希 在她帖子的描述中 自己的丈夫徐永茂 她是个义贯禽兽 不仅家暴自己 还把她作为是懒财的工具 逼她用身体为家里赚取财富 帖子看得出来二十多年间 她被迫招待了一千多名客人 而这些客人当中 自己的公共居然也在其中 她曾经向自己的娘家人求救 却发现娘家人早已和丈夫是沆瀣一气 甚至连她自己的母亲嫂子 还跟丈夫有着不可告人的乱伦的关系 我都乱了说到这 而最让她感到绝望的是 两个儿子也遭遇了跟自己一样的事情 成为了家里的赚钱工具 李正希还表示 自己多次向韩国警方求助 但是无奈丈夫家族势力太过庞大 警方的高层国会的议员和丈夫 都是好友 报警根本没用 这个帖子一发 瞬间舆论炸开了锅 全国都在关注 警方着手调查 开始调查之后 却发现这位自接穿巴的母亲所说的好像不全是真相 她的丈夫在韩国真的是只手遮贴 无人能党 以至于连警察现在也不敢管吗 还是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我们把时间挽回到 话说在那一年 22岁的李正希和朋友参加一场教会的活动 在活动当中 李正希认识了一个名叫徐永茂的男牧师 对方常年在美国工作 偶尔回到韩国 从事一些宗教聚会活动 在那场活动结束之后 徐永茂提出想送李正希回家 李正希看着这个温文尔雅的徐永茂 也没有太过设防就欣然同意了 但是没有想到 道貌黯然的徐永茂居然在回家的路上 性侵了李正希 李正希回家之后向父母哭诉 希望得到家里的支持 然后去控告徐永茂 将他绳之以法 但是没有想到李家父母却认为 徐永茂人家是教堂赫赫有名的牧师 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自家的女儿姿色平平啊 不如啊 就就着这个机会嫁给他算了 徐永茂呢 紧接着也向李家父母表示了歉意 并且承诺会带着李正希 前往美国去生活 一定会好好带他 但是我们都知道魔鬼啊 根本不会转身就变成天使 到了美国之后 李正希才发现 徐永茂早就有了妻子家事 而自己呢 就好像是一块多余的抹布 就任凭徐永茂随意的处置 徐永茂给李正希注射了安眠药物 逼他从事身体交易 他虽然多次奋力的反抗 换来的却是惨无人道的毒打 为了利用李正希赚取更多的利益 徐永茂呢 还购置了一辆露营车 以便为顾客能够随时提供便捷的上门服务 而李正希到美国之后 第三年和第七年分别生下两名男婴 而徐永茂呢 就如同禽兽一般 性侵了这两个儿子 还用药物也逼迫两个儿子 跟妈妈一样 从事性工作 李正希在美国是苦熬了12年 终于熬到了徐永茂 带他们回到了韩国 但是即使回到故土 禽兽丈夫也没有让他们停止干活 丈夫逼着自己服务教会中的每一位信徒 而这个所谓的教会 更像是一个罪恶的大淫窝 李正希向母亲和嫂子 哭诉自己这种悲惨的遭遇 不料啊 母亲嫂子对李正希是冷冷一笑 转身就跟徐永茂告了命 说你妻子揭发你 此时的李正希才惊讶的发现 原来自己的娘家所有人 早就跟丈夫是一伙的沆窃一气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他的母亲跟嫂子和徐永茂 居然有着乱伦关系 婚后的20多年里 李正希在丈夫的逼迫之下 为超过1000人提供了幸福 他的孩子也被强迫 从事300多次的身体交易 2015年李正希不想儿子的人生就此毁掉 于是在网站上发布了一篇名为 我是一个肮脏的女人 但我也是一个母亲 签字长文 这件事情一出 就像刚刚说的不仅是韩国 整个亚洲甚至全世界 引起了惊天轰动 人们对丑恶的罪行 根本没有办法容忍 更别的 是如此丑恶闻所未闻 纷纷请愿警方和调查类的媒体 去查明真相 一定要把这个禽兽绳之以法 但是随着媒体跟警方深入调查 一个令所有人难以接受的结果 开始慢慢浮出了水面 首先是警方攻视了许永茂的家庭情况 许永茂父亲的确经营着一个大规模教会 信徒众多 在当地也颇有势力 更重要的是 许富呢 多年前就被人控告过性侵 而说到许永茂本人 曾是父亲教会当中的一名牧师 但是在2007年与家庭发生了矛盾就脱离教会 一个人带着老婆孩子独自生活 而当记者找到许永茂采访的时候 这个男人呢 却与李正希口中说的那个 住着豪宅 开着豪车的那种富家贵公子 是相去甚远的 记者镜头下的许永茂 身上穿着满是褶皱的外卖工作服 还推着一辆破旧不堪的电动车 在人群中啊 就是一个饱受生活摧残的普通中年男人 而在许永茂的口中 大家听到了一个全新的故事 许永茂说 自己和李正希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认识的 彼此呢 开始慢慢有好感 顺理成章 进入婚姻生活 婚姻一开始呢 也是甜蜜幸福 但是妻子的一场怪异的疾病 把所有人命运都改变 2014年李正希突然患有疾病 辗转多家医院都不见全遇 于是啊 他的嫂子给他介绍了一个姓金的巫师 而非常诡异的是 在金巫师的一番神操作下 李正希身体居然奇迹般的康复了 这件事情之后 李正希对这个金巫师开始言听计从 还拜了金巫师为师 归一到金巫师门下 但是这个金巫师在当地 其实早就恶名累计 臭名昭主 他曾经借着指点生意为名 骗光了一个商人六亿含元的钱 搞得别人妻离子散 还曾经劝告信徒要送女儿去当陪酒女 如此才能保全家人平安顺遂 就是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诈骗犯 却被李正希当作自己 救命稻草的神一般 对他深信不疑 金巫师挖光了李正希所有的财产 意外从他口中得知 徐永茂的父母身价不菲 于是他就多次挑拨李正希跟徐永茂的关系 还不断地给李正希洗脑 制造他被丈夫和家族迫害性侵的假象 从此以后李正希对着丈夫是三天一小闹 五天一大吵 家里也是鸡飞狗跳 再也没有安宁芝 就连李正希的娘家都对女儿的行为是忍无可忍 在他的无理取闹当中 渐渐疏远了跟他的关系 有一次徐永茂也是忍无可忍 动手打了李正希一巴掌 而李正希也在金巫师的建议之下 借此以家暴的罪名起诉了离婚 动手打人其实是事实 所以法院也宣判李正希胜诉了 并且将家里大部分财产跟孩子的抚养权 判给了李正希 也正是因为离婚之后财产的分割 导致了徐永茂如今看起来就一穷二白 只能靠着送外卖维持生计 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李正希离婚所得的那两套家里的房产 现在户主的名字 居然写的全是这个金巫师 警方为了进一步深入调查 在徐永茂家中搜查了大量的照片 CD等等证据 但是这些影像资料当中李正希母子三人 全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与万千那些普普通通的家庭没有差别 当警方再次找到李正希的时候 他却一口咬定 丈夫说那些全是谎言 并且指控附近的一个村庄 声称说这个村庄里除了老人跟小孩 其他男人全部对自己性侵 这个村庄那就不折不扣 就叫性侵村 然而当警方跟记者找到这个村庄的时候 大多数全是朴素的那些乡民一脸的蒙圈 表示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什么李正希跟徐永茂啊 听都没听过 直到警方无意间提到了金巫师的名字的时候 村民们才一脸恍然大悟 原来啊金巫师早前就住在这个村庄 因为他满口谎言 霍乱别人的家庭 所以遭到村民们集体的抵制与对抗 那如此一看 这也是金巫师借着李正希之口 再一次对当时村民实施报复 而当警方跟李正希两个儿子做笔录的时候 回忆噩梦的他们 却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紧张的情绪 本该难以言述的这个性侵过程啊 从他们的口中说出的时候 就好像背诵语文课文一样毫无波澜 甚至大儿子在讲性侵遭遇的时候 小儿子还在一旁打胆的闹 警方还找来了三名不同的心理医生 他们的论断非常一致 那就是两个孩子 无论从身体健康状况还是心理状态上 根本就看不出任何被侵犯过或虐待的痕迹 到这儿 整件事情迎来了惊天反转 真相的天平开始偏向到虚猫这一边 金巫师也迅速被警方抓获 抓获之后呢 金巫师对自己挑拨洗脑 侵吞他人财产的罪行是公认不讳 最终金巫师因为诱骗他人的财产 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八年 而李正熙也因为滥用国家人力罪入狱四年 在案件的最后 两个儿子转为了污点证人 他们开始说了实话 指控母亲要求他们撒下了这种 弥天大谎 而且不断不断的白脸 而李正熙呢 再次被追加判决 终生不得再见这两个儿子 到这儿 整个事件看似是尘埃落定 警方经历了系统调查 法院给出了最终判决 然而网络法庭依然是传言纷纷争论不休 就有很多声音认为 事件的真相一定被资本跟权力控制血藏了 毕竟韩国是一个财阀凌驾于万物之上的国度 也有人认为 这就是一出由巫师主导三母子主演 全亚洲网民激情群演的诈骗大剧 这样惊天翻转的网络大戏 不知道你怎么看背后的真相 对是惊天的经许位